机场返国的民众 限量体温在申报旅游室 台湾守住防疫前线 但7日再度出现 三彩英出院之后 富洋的确诊者 这也让富洋的问题浮上台面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范科霍福表示 富洋是因为当肺部复原的时候 部分死亡的细胞会被排出 这些细胞被检测为阳性 这不是会传染的病毒 也不是恶毒感染 也不是复发 大陆北京的学者估计 大陆境内患者 富洋几率高达15% 以84,414个确诊病例来算 富洋患者恐怕多达 12,662个人 南韩卫生官员 4月通报超过了100起富洋病例 被感染之后 绝大部分都会产生抗体的 除非这个病毒 产生很大的变异突变 那这样才有可能 你下一波再感染才会再得 医师表示 感染新冠病毒的人 会在感染或发病一周后产生抗体 但目前还不清楚 人体是否会形成足够的免疫力 去阻挡新一波的病毒攻击 也不确定这样的免疫力 能持续多久 富洋患者的研究 现在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记者路易红 王一仲 台北报道